我覺得下一個會出事的叫羅志強 真的 小強你要小心 徐曉星也是在過年說上回我節目 然後很大膽的就談蔡英文的論文 那一把壽面多少錢 所以我說檢調是在哄台物價 如果這樣的話 賴清德的便當難道是30塊以下嗎 所以我說司法不改革 台灣誰當選都是白搭了 我覺得林環江教授的 這個獨立觀賞報告的觀點 是很正確的 我是很認同的 那接下來選舉其實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嘛 差不多剛好就是一個月多 一個禮拜以內的時間 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可是值得觀察我個人認為啊 這是民調也好 民調也好 但是我嗅到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 如果明天投票 很可能會是一個432的局面 就是像美女老電子報這樣的 可能我的4就是說35到40 可能就是30到35 那個2呢可能是20到25 那如果明天投票 我的嗅覺告訴我 賴清德會贏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不是嗎 那其實現在這三組的狀況就是三角形的 這個幾何關係 就是任何的兩個邊加起來一定大於第三邊 任何兩個邊加起來一定大於第三邊 這是三角形的定理 現在狀況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最後大家發現說 藍白必須合才能夠打敗民進黨 你以為選民就會很高興的藍白合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前面有一些衝突的因素 已經結下兩者了 所以現在要考慮的是 如果柯文哲在未來的一個多月 沒有想辦法把民調衝起來 就是在森林裡面沒有想辦法 不要去跟熊比 要跟你旁邊的這個人比 所以假設到選前柯文哲是第三名 會不會有棄保呢 會棄保的狀況對誰有利呢 很難講 因為不投給柯文哲之後 這些柯粉會轉向哪裡 未定之天喔 所以台灣其實現在缺一份民調 就是你第二個想支持的人是誰 或者是要問你的 就是那種付數票投票 那樣的概念 你最不想讓誰當選 那一份民調如果不是民調 做出來我們才能知道說棄保之後 假設是棄了柯文哲 那誰會得利 同樣的如果到了選前 侯友宜是第三名 柯文哲是第二名 那這個情況之下 侯友宜的票是國民黨的死忠票 這些票比較有可能導向柯文哲 而絕不會導向賴清德 所以這個兩邊加起來大於第三邊 我覺得他的幾何關係呢 他的這個還有一些前提在 當然賴清德現在看起來是領先群嘛 不過這個就很難講喔 因為賴清德的票比較兩極嘛 要不然就是老人票嘛 要不然就是很年輕的選票 這兩種族群都不是很穩定的投票族群 所以大家可能還有一些觀察的空間 那就目前來講 這個趨勢可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就是說可能賴清德第一 侯友宜第二 柯文哲第三 但是經過30天之後就很難講囉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大家期望下架民進黨嗎 不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有共識嗎 那現在這個三分之二 如果平均分配的話 那賴清德一定當選嗎 可是如果就前面 包括這個朱立倫國民黨 還有柯文哲 還有跟這個郭台銘之間的恩恩怨怨 使得藍白之間有很大的嫌隙 很難過這個覆水難收 那怎麼辦呢 我剛剛提過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是在侯跟柯之間要棄保 才能夠打敗賴清德 這個對於藍白的陣營來講是很不利的 因為柯文哲的票 有可能投侯友宜投不下去 轉而把自己灌醉投給賴清德 所以如果棄柯 到頭來保的是喉 還保的是賴 恐怕還是未定之天 但是如果棄喉 那個票 應該是會轉向柯 但是因為前面梁子結得深了 很可能轉向不投票的族群 所以現在看起來賴清德是 佔有一定的優勢 民眾前修貼後備搶領便當就怕領不到 工作人員還得站上椅子搖旗吶喊 不要擠一定拿得到 地點就在新竹竹東鎮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舉辦 後援會造勢活動 以散場現場直接發起免費便當 上籤支持者一度為了搶免費便當爆發推擠 賴清德指導逐縣深南鐵票區 已上台再喊不贊成與大陸簽福帽 如果簽訂的話對台灣造成多大的影響 這個店面所開的店中國人都可以來開 美食店他們通通都可以來開 賴清德更詢問台下支持者 主動一個便當多少錢 鄉親大聲回應100元 他說福帽若簽下去 便當會被銷價競爭 只能賣80塊 作為一個一般的民眾 在台下聽到賴清德這樣講的話 會真的覺得他是腦袋不清楚 因為如果便當便80塊 那不是大家都很開心嗎 賴清德能送免費便當 那立委參選人徐曉星就不能發售面嗎 日前他贈送4元購物袋 以及20元的售面 不僅被檢舉要價破百元 被質疑超出法定會選標準30元之外 還造成多名里長一大清早就被檢調約談 我發的20塊錢的售面引來 包含是夜間搜索等等 幾乎已經違法的這種調查行為 但是賴清德卻可以明目張膽的 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之下 一個一個的都讓大家去搶便當 已經向這個法務部的調查局去做了相關的監舉 監舉民進黨的 他要叫你去做筆錄 要提供你的個人資料讓他們流檔 那這個民眾就會很擔心說 未來是不是還會再進一步的被查水表 碰上來綠難道標準就有所不同 不只賴清德送百元便當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王世堅同樣被質疑 為何可以贈送啤酒 民眾私訊給我說 那為什麼送啤酒可以 然後送售面不可以 民進黨做檢制服 標準到底在哪裡 民進黨果然是一個謙卑的政黨 辦案不能分大硝煙 不能是賴清德的場子 發便當就沒問題 而徐曉星的場子發售面就有問題 副總統也比台北市議員大 是不是應該先辦副總統呢 綠營是否又雙標 就看法務部調查局 這回如何回應檢舉給出交代 否則難免讓人質疑 綠能你不能 記者陳古明林博瑞台北報導 在這邊非常感謝呢 千年有在林布魯一基在首 給我們的贊助董內支持 還有鄭氣哥也非常感謝您 誒剛剛的新聞帶大家看到了嘛 這個徐曉星的 售面20塊錢嘛 購物帶4塊錢嘛 誒便當多少錢 100塊80塊 大家搶成那個樣子 雙重標準嘛 赤裸裸的自己打臉 彭P你看是不是覺得 到底現在在追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塑造的有模有樣 當然現在又說什麼徐曉星 啊這個打這個會選打不成 然後現在又說什麼 他泄密啊幹嘛的 徐曉星就是覺得說 哦我很清白 你就來告嘛沒有關係嘛 但這些就選錢 必然會出現的亂象是吧 這個太可惡了啦 因為剛才那個 賴清德發便當的地方 我聽到底下那些人 就陸續在那裡 就是排隊擠成那樣去領便當 我聽到他們在講話 在講學法嘛 在出動嘛 講學法嘛 就講客家話嘛 那賴清德發便當 他自己親口講啊 他說如果福茂來的話 便當100塊會變80塊啊 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他裡面有兩個問題嗎 第一個他那便當100塊 那他的認知啊 那不就當場就會選了嗎 那還有什麼好講的 發24塊的壽面加袋子 這個里長被帶去征訓 那當場發100塊的便當 福茂還沒有來啊 100塊的便當他沒事 這太誇張了啦 真的太誇張了 而且賴清德真的頭腦不清楚 他說那便當100塊 如果福茂進來會變80塊 哇 選民馬上說 那福茂趕快來對不對 到底是吃便當的人多 還是賣便當的人多 這個腦袋真的超級不清楚 這樣的人要當台灣的總統 我覺得我覺得我快 我覺得真的要 我快去看醫生了 這樣的人當總統怎麼辦 好 那真的你看看嘛 我們不是 我覺得下一個會出事的 叫羅志強啊 真的 小強你要小心啊 許小欣也是在過年說 上回我節目啊 然後很大膽就談蔡英文的論文啊 他不相信啊 我是假的啊 我細數啦 第一個潘懷宗啦 過年的時候被收押了 舉凡談論文的第二個 童仲彥被關了啦 才剛剛假釋出來了 張凱鈞啊 這個賣150個口罩 在網路上賣 被醫藥師法起訴啦 還有這個我的律師張靖 下場什麼 下場是 就是被起訴嘛 什麼把它塑造成一個偷窺的吃汗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的師父嘛 以前我的民事的老闆郭貝宏 大概是跟我走太近還是什麼 結果他的後援會會長被收押 現在還在牢裡啊 收押的理由太可笑了 就是幫郭台銘喬連署 郭台銘有競選嗎 沒有啊 所以他的動機不存在啊 他的犯罪事實也不存在啊 你只能說幫郭台銘喬什麼 喬知名度吧 所以事實證明後來沒有啊 那再來不管怎麼樣都是未遂嘛 再來馬上就到了這個徐曉昕 一樣啊 對不對 那郭貝宏呢自己被起訴啊 四年前一個完全沒有任何 跡象的案子已經結案 已經就是不起訴處分了 結果高檢署發回 莫名其妙選前就起訴 但是徐曉昕這個更可笑 那一把壽面多少錢啊 所以我說檢調是在哄抬物價嘛 那如果這樣的話 賴清德的便當難道是30塊以下嗎 30塊以下的便當能吃嗎 那會有這麼多主動的父老排隊 去領那個二十幾塊錢的便當嗎 所以我們的檢調真的是太荒唐了啦 所以我說司法不改革喔 台灣誰當選都是白搭了 地雷 歌牧 男人 冷血 1 2 3 5 4